巴黎奥运 羽球项目男双李扬 王麒麟一号八强赛以直落二击败泰国组合 挺进四强 同时写下从上届东京奥运开始 跨界在奥运会是连胜记录 下场台湾时间今天晚间六点 将再度遇上丹麦组合 争取金牌占门票 双方曾在7月29号小组赛交手 李扬 王麒麟以2比1胜出 周天成则是直落二胜日本选手乃良钢工大 个人连续三届 闯进奥运羽球男单八强 下战预计台湾时间今天深夜11点35分 遭遇印度选手森 期盼能打破过去两届都只停留在八强的障碍 此外晋级的中华队选手 还包括拳击项目 女子66公斤级陈念琴 击败巴西选手 晋级八强 射见女子个人赛 雷迁迎连闯两关 尤其在32强赛事打败了目前排名世界第一 美国女将考夫霍尔德 挺进16强赛 不过其他两名女将李采奇 邱逸琴都在首轮64强赛失利 遭到淘汰 网球部分 女双蟹舒威 曹嘉宜与杰克组合大战三盘 最终1比2落败 脚步止于八强 捉球男女单打林云如 正一进都遇上强劲对手 林云如面对地主法国 世界第五个勒布伦 大战七盘西败 无缘晋级四强 正一进也对上世界球后 中国孙颖莎 最后遭到直落似淘汰 不过第三局正一进与孙颖莎 缠斗23分钟 表现非常精彩 另外 高尔夫男子个人赛 潘正从与于俊安 首轮分别占居第21与49位 今天将继续进行第二回合赛事 今天2号中华代表团的赛程 除了上述与球男双 男单 以及高球男子个人赛 下午3点开始 射击项目 女子25公尺运动手枪资格赛 吴嘉颖 田家珍出赛 男子定向飞巴李梦远 进行第一天资格赛 射箭混合团体赛 带宇轩以及雷千银搭档出赛 田进项目 女子100公尺张伯雅将在预赛登场 韩安琪在游泳女子200公尺个人混合时预赛出赛 拳击女子57公斤级林玉婷 则在晚间9点30分 于16强赛登场 最后是蜻蜓鸡流越野计时赛 男子选手吴绍玄预计晚间9点30分出赛 女子选手张祝涵 则预计在10点40分出赛 请不吝点赛